各位觀眾早安 我是大晴 我旁邊是大肚肚阿B 我們今天要來實測一下主教石套 但是呢 它在掛網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測啦 聽說這套很猛 所以特別跟朋友借來玩 畢竟那麼貴的東西 我怎麼會買得起呢 先來看看它的效果吧 首先是歐哥傷害加15% 搭配神關頭上也是加15%的歐哥傷害 搭配神關石頭中歐哥冷卻減1秒 搭配神關石頭下僱勇減0.5秒 真的是很不錯捏 就是這些 頭中 頭下 頭上 效果都很好 不會只有純粹的增強傷害 這套附魔石讓我們配裝的自由度又更大了 不必再去多配什麼 減岩池或僱勇的裝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到蛋區去測看看吧 阿B 掰 這邊手要測的是暢術跟連貫性 我身上的裝備等等會講 那我們先來個無特別附魔的服飾好了 我身上的服飾只有翅膀是減0.3秒庫勇的刺勇附魔 那先來個加加拳套 我們先別管傷害 因為這套打蛋本來就不高 首先這是一般的歐哥 恩 很普通 對 很慢 其實習慣了以後會覺得也沒有很慢阿 那我們現在換上大主教石的附魔套 哇 連角色都變美了 不愧是貴桑桑的服飾阿 各位客瓜 你們看看這個連貫跟泳唱 真的是超過癮的 害我都想要去弄一套來玩了 哼 打起來真的超爽的 欸嘿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幻影歸島試看看吧 幻影歸島的NPC位於艾爾貝塔的右下方 就是這個NPC啦 進去之前來看看我的裝備好了 我今天穿的是平民特化裝 雖然審判套比較便宜 而且會比較痛 但是這套打起來會比較順手 像這個加七的動智慧靴 如果想要增加經驗可以插 狂暴小惡魔增加經驗 或是衝上加9插個滅絕木乃一拳 加傷害都可以 還有兩個烏托羅的飾品 這算是歐哥標準配備吧 披肩用的是加七的艾克202三個 來解決魔耗問題 尤其豐厚卷軸會增加25%的SP消耗 因為歐哥非常的耗藍礦 尤其主教石套讓歐哥打更快 所以我選擇吃豐厚卷軸來抵消礦石的消耗 武器用的是加九寒冰魔杖 加九有額外增加15%的聖屬性傷害 卡片是上次王室狩獵活動的套卡 小型動物 感覺就是專為幻影歸島設計的阿 盾牌就用最普通的巴盾加獸人戰士卡片 因為幻影歸島內屬性攻擊很雜 拉盾能有效起到防禦屬性攻擊的作用 卡片則是直接對動物系的傷害減30% 但是對於自以為是人類 但其實是惡魔系的風靈龜起不了作用 不過也沒關係啦 這樣應該也夠用了 頭上跟頭中都是用潘莉爾卡片增加魔攻 還有新鮮玫瑰也是增加魔攻 衣服則是提高魔攻與防斷擁 反正就是一些平民裝 除了主教石套跟主教鎮是借的 反正大琴窮到拍片只能跟別人借裝阿 好啦這不重要無客有無客的難處嘛 那我們就領帶出發吧 然後艾爾貝塔這邊有新增一個呆呆的NPC 也算是方便大家出發練功啦 在出發前我們先記錄一下經驗量好了 經驗值的顯示是在人物選擇畫面 下面有個EXP欄位 會看到你目前等級所累積的經驗量是多少 目前是1163萬 然後領取呆呆 往幻影龜達出發吧 進入不用解任何任務就可以直接進去 進去後右手邊有個NPC可以解任務 嗯我們無視他 來吃個智囊藥水 這是我在偷開轉蛋的時候 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偷開轉蛋的時候看到的 可以減少10%的SP消耗量 集中 戰鬥藥 魔力藥水 攻樹枝 神聖鎧甲 還有一個終極料理 然後上狀態 這次是為了拍片所以吃比較好 平常是不會這樣亂吃東西啦 還有最重要的豐貨卷軸 快打 打 打起來真的蠻過癮的 在開呆無輸的狀態下 一直堅持大概有20萬左右 而且打起來爽度真的爆表 然後這邊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要單走的話 記得帶一些 暢翼翅膀以防萬一 有時候卡技能CD的時候可以用 還有藍礦可以先寄給自己 用豐厚卷軸練功 其實很容易忘記吃 導致自身藍礦瞬間被消耗殆盡 而且身上沒藍礦的時候 放不出技能就可以知道 卷軸的效果結束了 就不用太前導地檢查 豐厚卷軸狀態是不是還在 那我們就先在這邊打個半小時吧 去到最後一節目 我們在這三志 我們在練習的中心 我們在連到 我們在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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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